很多的流派都會討論說 斗數啊 會不會能夠談前世精神 坦白說一定是可以的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斗數上面 很簡單的概念 來講這個前世 我們先來聊一下 網友們想要了解的問題 我們跟前世之間的關係 這幾年因為身心靈的流行 而事實上呢 我們現在在談身心靈 其實在斗數盤來講 會想要去研究 身心靈這些理論的人 同時在斗數盤上面 通常也被視為有宗教的緣分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談所謂的身心靈 其實在古人來講 它就是個宗教 也就是說 宗教的起源 它最早是因為 人對於宇宙萬物的不瞭解 那我會去探索 探索的過程中間 我就發現靈魂的存在 那靈魂的存在 它會對我們產生影響 那掌握這個技術的人就變成巫師 但是呢 一直做巫師 也不是一條路 或因為這中間可能會有一些 你也不曉得那個靈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這中間啊 是不是能夠很好的文藝所控制 所以隨著人類文明慢慢的進展之後呢 有一批的人呢 會開始慢慢的呢 越來越去追求理性的層面 這些討論靈魂的這群人呢 當他們的文明越來越進展的時候 他們開始就會把這個曲短呢 逐漸的轉向於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啊 對真正生命意義的探究 也就是說我們對自然的環境啊 對於我們身體的狀況 我大概其實是因為我卡到陰啊 還是我單純就是那個順眠不好幹不好 很技術之前就解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最後它就形成了醫學 形成了科學 慢慢慢慢被分析出來 還有部分啊 那個前世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 我們根本沒辦法有方法去驗證它 我們也看不到 我們也沒有一個好的技術 它可能有一些 好像道家可能有一些什麼官員成功啦 還有還有一些方法 管弱因啊等等的 那有些這樣的技術 可是這些技術它又不科學化 所以呢它就有一部分的 它慢慢去討論說 這種所謂哲學的部分 我們人生來到這邊 到底為的是什麼 直接去談到心靈的層面 哲學的層面 所以呢 實際上啊 在宗教的區段裡面呢 它本來就包含了很多的 這一種身心靈的學說 但不管是身心靈或是宗教呢 我們在討論這個前世的部分的時候啊 在這幾年很流行一種說法 就是啊 我們今生所做的事情 其實是我們在前世的時候 跟上帝的約定 或者是跟老天的約定 也就是我們早就定好了 我們決定要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當然是 以近代心理學的角度 或是近代的科學的角度 跟近代比較重視 個人主義的角度呢 我們會用是我跟天地之間做的約定 那在古人那種封建的社會旗下 人的地位很低嘛 他當然就不會說這是人 有辦法去跟一個上天做約定 他就會說那是你自己做了什麼什麼事情之後 得到什麼什麼的結果 但實際上他在講同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呢 他就是因為好賭 所以呢 他請家蕩餐對不對 他的這個好賭是因 那請家蕩餐是過 可是對於這個人呢 你去看那個賭徒 他可能會覺得說沒有啊 那就是我自己決定 我就是想要這樣做啊 我希望最後會得到好結果嗎 那只不過我自己做的決定 可是最後結果不好而已 你怎麼知道我再賭一次不會更好呢 所以很多時候 這不過就是換個角度的說法 讓你聽起來好聽一點而已 那但是這一張迷語 不管是老天也好 上帝也好 或是宇宙也好 簽訂的契約 我們在哪裡可以看得到呢 其實在斗樹盤可以看得到 那很多的流派都會討論說 啊抖樹啊 會不會能夠談前世今生 坦白說一定是可以的 那有人覺得說 啊抖樹就是命理 幹嘛談前世今生 不過這種論點的老師 其實很奇怪啊 那個如果說你相信輪迴 那你怎麼會覺得說 可以預測這輩子事情的技術 不會知道前輩子的事情 這輩子的狀況 不是只有這輩子 而是你跟前世有關 甚至你會跟下一次有關 他應該是連串的 這樣才合理嗎 這有常常講的 其實玄學啊 一樣可以被邏輯所檢驗 但邏輯不好的人呢 他就會斷章起運 自己就會想出一些很奇怪的論點出來 所以抖樹一定是可以看前世的 只是他到底看到什麼程度 跟他到底訴說的是什麼 當然我們在課程中間 有會教到這樣的技巧 但在這邊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抖樹上面啊 很簡單的概念呢 來講這個前世 就是抖樹盤上的天良心 天良心啊 代表叫老天給予的 什麼叫老天給予呢 就是你無預期 不知道 你沒有設定好 結果他跑出來了 就老天給的 我們之前講過說 你可能無由來的得到一筆錢 或者是無由來的 突然 曾經暗戀的那個人 他回來找你了 然後無由來 你想說他已經去結婚了 結果10年20年過去之後 他出現了 這種就是你無預期的情況之下 有出現的 人事物 這個叫老天給你的 天良心就代表這件事情 所以呢天良心所在的任何的公位 都會表示說 你在運線盤上面 會有老天給予了什麼 也就是說你在運線上面 也會有一個 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會得到東西 當然這個是天良化路 才會如此 老天造成你奪出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會講說 本命盤是一輩子的事情 大線盤是10年的事情 流年盤是一年的事情 可是如果本命盤呢 我們把它當成是 這一輩子的大線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就是說 我前輩子會有前輩子大線 這輩子有這輩子大線 對不對 你想想譬如說狗狗 狗狗只有10年的壽命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大線10年 就是狗狗的本命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你就知道說 那本命盤其實是代表 一輩子我們會碰到事情的時候 那天良心呢 在本命盤上面呢 也就會代表說 我們很容易在那個公位裡面 我們會得到前輩子 留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在談運線的時候 在跟大家講說說 我們要看每一個運線 上個運線 會去影響到下個運線 前一世也會影響到這一世 所以呢 這種無由來的事情 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說 我前輩子可能 我給予了什麼 所以呢 我在這輩子呢 我會再得到什麼 所以我們在講說 財富永田良的人呢 通常在前輩子呢 都是他做了很多 錢財上的布施 所以在這輩子呢 他基本上就是不愁持穿 那當然不愁持穿 不是富豪 而是他需要錢的時候 總是會得到金錢的支柱 那為什麼 因為他前輩子都給人家 在輩子他需要的時候 人家就還出來給他 當然十字科主心 其實都有這樣的概念 但天良心呢 會是比較 大家很有感明確的 你就想說為什麼 有些人在工作上面 無由來的 他就是會有一個人幫他 不是因為他跟這個人 特別的交情好 甚至不是因為他這個人 個性很好 而是因為他無由來 他就有人幫忙他 那為什麼呢 有的人他一出生 那他就是命比較好 他可以拿到財產 那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因為 可能這個幫他的人 錢是得過他的幫忙 可能他不缺錢 就是因為他錢是有做 足夠多的財布師 給錢 那這輩子他需要的時候 老天會還回來給他 那天良心呢 就會在這上面呢 出現這樣子的展現 那當然你在 你天然心在樸義公 朋友裡面呢 總是會有人呢 願意幫你 那運線盤也是如此 只是說本命盤呢 可能是代表 你上輩子做的夠多 所以說呢 一輩子會有這樣的 跡象出現 那運線盤呢 人家還你的人情啊 你上次可能啊 不過就是人家 借醬油的時候 你呢 借了一整桶醬油給他 所以呢 他這輩子呢 還你的醬油呢 就是流月的登基 本月幫忙你 但因為你只有借醬油 所以說呢 幫忙度也不夠 你如果那個給的夠多 幫忙度就夠多這樣子 所以說天良心呢 在抖數盤上呢 可以讓我們看得出來說 原來這就是我們前輩子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輩子 我們享受到了這樣子的回報 當然這中間呢 也就會包含了說 有一些人呢 他無由來的就是必須要 為家人做付出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的家人在他上輩子 給了他很多 那他這輩子 他就必須要為他的家人做付出 你去想想看 就好像說啊 為什麼有人平白無故要幫忙你 那就你前輩子有幫忙他 那同樣的為什麼你平白無故 就要去去承擔一些責任 你對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可能你對這個女朋友呢 就是那種各種的勒索 各種的要求 然後呢 他就是心甘情願的為你很好 對你很好 可是呢 你對另外一個人呢 百般的討好 但是啊 他卻啊 很難得可以正眼看你一下 那可能就是因為上輩子 你跟這個女生幫了他很多 所以這輩子他也要還你很多 有常見我的頻道的朋友都知道說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去討論 這一些神鬼的事情 那是因為 我們希望用比較科學的角度啊 來去討論這件事 而不是因為 這些神鬼的論點呢 前世的論點呢 然後就開始啊 把他轉成說啊 對啦 你這個就是前世欠他的 所以你這輩子要還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老天絕對不會叫我們啊 去做超過我們自己的事情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一切的因果定義 他會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如果你覺得 你無憂來的一直被你老公打 但你千萬不要聽事節 某些事節會告訴你說 什麼你就是前輩子欠他 你這輩子還完就好了 那你要想想看 還有下輩子呢 他如果把你打受傷了 還不是下輩子他要還你呢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平衡點 那那個平衡點呢 是我們自己可以為自己的人 去做決定的 而不是純粹的就是用這種論點 那你就逆來順受 但不可否認 幫忙別人為別人付出 必然是為我們自己後面 累下非常非常多福報 這一集在談前世今生 當然十字科祖心都有各自的情況 天良心是付出跟幫助人 那其他心呢會有不同的意思 如果大家很喜歡 我們可以考慮 來跟大家介紹這一系列的看法 但最主要呢 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抖數當然是可以換前世今生 那甚至整張抖數盤呢 基本上就是你上輩子啊 你為自己訂下來的功課 那訂下來的功課呢 是怎麼訂的呢 是你的一生的行為局制 為了你的下輩子 訂下這門功課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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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